現在你看到它很大 以前人家用來吸著菜 哈哈 剛才剪完草 然後就要訪問一下 今年有什麼棒菜 好 今年種菜 我種得比較遲 因為今年的上班比較忙 所以種得比較遲 而且天氣好像熱得不遲 然後我發了很多菜苗 其實都不漂亮 但現在因為好像慢慢有熱 也有跟大家分享的 首先看這個 普通的就是 花盆有一個蓋子 這個也很漂亮 我也很喜歡 花菜 其實是小白菜 其實它是一些 可以種到很大棵的 很粗的小白菜 但因為我 就放貪心 我就放了很多種子 其實我打算是發苗 然後它們發了之後 天氣冷 因為我沒有時間種 然後就變成這樣 其實現在我蓋著它 因為一熱的時候 因為它熱的時候 都很熱 但因為我蓋著 所以 它關的都OK 不過現在就開花了 要快點熟 這隻綠色很漂亮 這隻綠色很漂亮 那邊更漂亮 過來這邊 新界的士的綠色 這邊更漂亮 不如先看看這個棵 這個是一個 都見過很多次 其實我也是用來發菜苗的 主要是 不過今年也是少 現在我反而 就當了它是一個 好像Storage 那些 Garden 那些桌椅 那些墊 放在這裡 但現在你可以看到 我本身是發了 其實這個是菜心 你見到這個菜心 很正常的菜心 嗯 嗯 我還用了菜花 但這個菜心 其實我也是用來發苗的 我真的當了一些苗 然後讓它發了 之後我再中過 即是無心插樓 我最疑 但我也是那樣 天氣不是太好 而且我沒有時間 然後算了 有了它其實是懶 然後就 這個菜心 然後已經可以吃了 不過這裏 因為上期我有關注 這個棵 然後它是不是太通風呢 久不久它就會生牙蟲 這棵是狗忌 之前是 我忘記拍照 我有沒有拍照呢 有相片 我放了相片 很大棵 很漂亮 然後狗忌 那天才有個網友 訊息我 什麼時候有狗忌 狗忌滾豬潤 這樣 這就是狗忌 等它長大一點 我就拿給你 你滾豬潤 好 放定豬等 湯 不用買就有 不用湯 接著我就 我要介紹中菜神器 就是這個 這樣這麼忙 其實這個是人家的 防污 即是你煮菜 剩下 你吃不完 或者煮了 煮了等位置 如果你在東南亞 你看這個就很熟悉 然後你 那些菜還沒吃到 或者你還沒吃完 然後蓋一個飯桌 蓋著菜 我發覺它挺好 那些網夠小 那些蝴蝶沒有飛到進來 鏟這個鱗 還有 那些蟲 或者那些 跳甲蟲 因為它夠幼 它又飛不到進去 然後很適合 就是用來種菜心 芥蘭 一些非常之焦蟲的 綠葉蔬菜 所以我今年的菜心 很漂亮 其實這個我都是用來 我打算是發苗 發完苗之後 打算是種下去地 誰知我又是沒有時間 誰知他們都生得很好 然後其實呢 這裡是有很多菜苗的 很混亂 這裡其實有很多菜苗 這是芥蘭苗 差不多可以移 這個芥蘭苗 我這裡清了 如果有位置 我就會種 尤其是芥蘭苗 然後這裡呢 OMG 這裡是超多的燕菜苗 但是它沒有太陽曬到 所以它就不漂亮 所以我會快點吃光 給它們 不過其實這裡有很多菜苗 所以這個我主要是用來發菜苗 但是因為都沒有計 然後有它 但是它們都生得漂亮 最重要是有很多肥 又是這隻綠色 我最喜歡的 British Racing Green 這隻叫做 新街的士綠 新街的士綠 這個又是那個神器 這個就是 這個很大的 這個想著呢 我都想著它整個吸著它 然後這些菜苗就很漂亮 然後現在你看到它很大 這樣吸著這些菜苗 以前別人用來 然後你好像遮蓋 這裡有一個按鈕 看到有機關 啪這樣 然後你可以收起來 然後就收起來 就是完菜櫃的時候就可以 那就可以收起來 收起來 然後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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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防蟲 然後可以物易自用 又輕的 你要拿走它 但是要用的時候 就要找 好像我用磚搭著的 因為很容易吹翻 這個就是 哎呀 很漂亮 沒有時間吃 這個是叫潮燦春菜 春菜是用很好吃的 就是滾湯 通常他們會用來 就是這樣做排骨 排骨春菜湯 潮汕 如果是潮汕人的話 你對這個菜一定很熟悉 好吃的 這個菜心 這個已經是去年種 我已經吃了很多次 這個也是那個菜心 然後你自己看到 我已經吃了很多次 它又開花 這個就不是太漂亮了 已經很老了 這樣 然後我應該在這裏 我會清洗 這個禮拜 清洗完 之後 我會移些芥蘭在這個位置 我想是移些芥蘭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通菜 這個通菜 實在是沒有時間理它 但是我都要吸著它 然後其實不漂亮 因為它們不夠胃 我要撕回肥 沒錯 很明顯 因為它的葉 它不下的 黃黃的 它不夠肥 所以突然又下雨了 我要撕回肥 那這棵呢 不知道大家吃不吃 現菜 因為其實不是我種的 這個是去年怎樣 去年我本身有幾棵現菜 在這裏 它生得很老 它就開花 開花結了種子 然後我不理它 然後種子掉到地上 然後整地都是 其實這裏都有的 這裏也是 這裏也是 很純天然 這個綠現菜 綠現菜 就是這樣 然後生得整裏都是 這裏是很混亂的 我這個規劃做得不好 現在我的菜地是非常雜亂無章 都不知道是甚麼 這裏是一些糖蠔 糖蠔很棒 這個糖蠔就是 我拿信給鄰居吃 它很大味道 它不喜歡 我喜歡 就是換它大味道 不喜歡 很大味道 但用來打火鍋 沒有理由 差很遠 這裏是瓶瓶瓶瓶 對 它不瓶瓶 為什麼不瓶瓶瓶瓶 不知道這裏是死了 因為斷了 可能之前的怪風景 不會刮不住 隨便吧 它有瓶瓶瓶瓶 哎呀 胎死腹中 拿了它回來吃 不能吃的 現在不用 不要 扔掉它 好 下面這裏看看 一個又是一個神器 這個神器跟那個神器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就是膠 這個根本就是白痴 它好像溫室一樣 我看適合它 它又很方便 吸住它 小小隻 又不用太大 方便 一用力起來 它又可以 收遮 對 收遮 這個好像可以按 就可以 然後變成這樣 好像白痴一樣 然後你們可以 收起來就很方便 嗯 你用的時候 一打開 這樣就罩住 這個就是 矮仔油蜜菜 這個是油蜜菜 這個是油蜜菜 因為今年的油蜜菜 我都說是 發描得不漂亮 而且很冷 這個就 唯有 僅餘的幾個 幸存者 這裡有多少棵 都不多少棵 但相當地很漂亮 一是不發力 一發力 就一發泡 很濕 還未暖 是啊 但你看到它的細是很漂亮的 這個白菜 其實這個白菜和剛才第一盤介紹的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把它單獨種開了 可以生成這麼大的 可以生成這麼大的 但我沒有時間 有得它就是這樣吃 然後剛才我所說的 你看這裡 可不可以給我近鏡 來拍攝這一堆 看到嗎 很多小孩子 這些 這些全部就是紅燕菜的廟 就是去年我這裡種了紅燕菜 它就開花 結和 然後很多種子 因為我沒有時間理會 我又沒有採它的種子 然後它就跌到地下 然後它就這樣 整個地下都是 全部都是 很誇張 所以今年的紅燕菜廟 我是不用發的 自發 自己就發了給我 還有 誰要種燕菜 想要紅燕菜廟的話 告訴我 因為我超富有的紅燕菜 如果我想吃的話 這個就是燕菜 因為我剛才不是用那個瓣 吸鬼煮它 所以生得很漂亮 其實這裡是隱藏著通菜 通菜應該是… 死了 不漂亮 因為它可能是… 它的燕菜很長 對 因為它們太厲害了 因為通菜其實是要服飾的 然後 你看這些 這些燕菜 不過燕菜的口感 通菜也有點像 其實燕菜也挺多 對身體也好 嗯… 監視 對 然後今年的菜就是這樣 接下來的規劃就是 會吃了那些菜心 把芥蘭熱在那裡 然後我還在種一個新的品種 叫做 紫色天使 那個菜 什麼來的 好像雞尾酒名 別人說的 Purple Angel Purple Angel 真是紫色的 你們看到它嗎 嗯… 也很天使 它們是介紹這個菜 叫做紫色天使 現在正在發燕菜 我看看它是怎樣的 非常期待 我不知道它是菜心 還是… 不知道什麼 等它大了之後 我就找個地方移一下 這堆紫色天使 看看它是否漂亮 然後這裡是油蜜菜 不過天氣不好 你看看多小一棵 正常應該這樣 這幾棵是叫做甜蜜菜 本身是有很多棵在那裡 然後凍就凍死了 現在只剩下三棵 看它們堅持不堅持 下個星期 接著我們就找個地方移軌它們 這棵是芫荽 芫荽現在好像日而今的開花 開完花之後 它又會結種子 結多種子 我不理它 然後它的種子就掉落地下 後天的盆頭 後天的盆頭 它又會生出來 我試過在這些蜜 在這些蜜 這些石蜜 生了幾棵芫荽出來 石蜜出生 石蜜出生 就是這樣 好 今年的種菜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現菜的話 告訴我 我不知道記不記得 應該是怎樣記到現菜苗 要規劃 我自己也規劃得超不好 所以是亂種 有甚麼種 其實規劃得好些 會再好些 沒辦法 我上班太忙了 但是暫時都覺得 都滿足的 因為我們夏天基本上 都不用買菜吃 好 今集的時間就說到這裡 亦都歡迎大家和我們分享 你們的家庭中菜的 甚麼 心得 對 和打理草地的 和你們的心得 和你們的成果 和你打理草地的一些方法 因為我們 微如理想的 我們真的很噁心 如果你們有好的心得和方法 歡迎你們和我們分享 拜拜 好